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年来供应链断链危机,地缘风险下晶片的断供危机,半导体制造已成为全球各国基于安全考量的必争之地。 作为全球晶圆带工业龙头,台积电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拉拢目标,美国、欧洲、日本都积极邀请台积电到当地设立晶圆厂。 台积电11月初包下包机,将受训完成约300名工程师牵制美国,且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包机,将总计超过千名的工程师与其家人陆续送至美国。 另外由于,半导体专业独高,技术复杂,少死化趋势持续严重,人才供给数量不足,速度不够。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前台积电研发大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半导体学院院长林本坚表示, 半导体人才培养必须是专才、通才、活才、三才并进,也要对政经有一些概念, 而设立大学部能保证合适的理工基础和优秀的声援。 中研院院长也提到,面对国际竞争人才压力,需要一步一步解决, 建议放宽学研界限制,可以帮助经济所大力发展吸引人才。 林本坚指出,建议台湾的半导体人才学生的分布黄金比例为 学士50%,硕士25%,博士25%。 半导体学院不可以是谈话一线。 林本坚表示,人才建设可以帮助台湾在半导体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也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人才。 林本坚坦言,在大学部推动半导体人才已经相当不容易, 假使能在向下延伸到高中则更好。 他也提到,台湾资源不充裕,各半导体学院的特质互补,合起来才会有力量。 此外,针对低薪较难吸引人才一事,林本坚表示, 以台湾学界的薪资与香港、新加坡竞争都不容易。 据悉,台湾104人力银行,2022年的半导体人才白皮书显示, 台湾半导体每月征才3.5万人,年增39.8%。 报告还指出,越来越多企业深耕台湾的国力鼎大之外的既致院校, 将产学合作扩及海外,并向东南亚国家招手科技人才, 同时发展女性工程师。 人才从台湾输出至海外,再加上有部分媒体渲染, 台积电先进的300米工艺将转移到美国在业界引起渲染大波。 毕竟之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对台积电赴美建厂表现得嗤之以鼻, 多次表示在美建厂没有成本效益,缺乏文化基因和产业链。 不过张忠谋近日改口委会地表示,不存在台积电被掏空一说。 大家都知道,晶片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很多人极度台积电生产那么多高品质晶片, 极度羡慕的人很多,更为了一些理由, 比如安全、赚钱等原因希望台积电去他们那里生产晶片。 当前最先进的3nm制程已在台湾量产, 但量产过程中依旧会积累更多经验以及技术改进。 即便3nm到2024年在美国建成, 届时一定是集3nm制大成。 而为了稳固营收体系, 台积电或将美国工厂作为重要的产能输出点。 一旦量产和客户订单分支踏来之际, 必然会倾斜产能, 由此台湾主阵地的产能占比或许会产生变化。 在产能下滑之后, 设备、人才或鉴刺流失。 而台积电最近在大张旗鼓包机将培训员工送至美国, 也让业界引发了人才空心化的质疑。 有部分媒体甚至表示, 台积电正在被搬空。 台积电11月底则表示, 全球每个新厂都有短期外派工程师, 且外派人数与员工数相比很有限, 没有这顾虑。 此外, 赴美的人也包含之前在台湾受训的美国员工。 消息指出, 台积电来台湾受训的美国员工超过600人, 在台湾受训时间长达12至18个月, 他们将是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重要种子员工。 未来台积电将持续在美国当地招聘。 另外, 调研机构ICI Research对台积电正在被搬空的说法, 也并不认同, 尽管台积电积极培育美国员工, 一定程度会帮助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 但因台积电是一家高度分工的公司, 每位员工只会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工作内容, 要完全掌握一项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这批培训的几乎都是新手, 就算有些较资深的干部派过去, 技术含量与经验值上也还是有限的。 进一步来看, 从半导体就业形态分布来看, IC设计相较于晶圆制造的工作内容, 对于员工来说有更强的吸引力。 所以, 能否吸引到更多美国在地云工, 投入晶圆代工以掌握关键技术, 还需要时间观察。 虽然在美舰厂成本过高, 但初期美国补助的力道也大可以覆盖部分成本。 在台积电重视股东权益的立场下, 衡量此举在可接受范围之中。 此外, 因台积电大部分客户来自美国。 从满足客户希望回归在地制造的风险考量, 台积电小规模舰厂供给客户所需, 满足客户期望值也是台积电重要的选择。 这其中, 晶片法案也发挥着巨大的引力作用。 ICR Research认为, 台积电在美国扩产的主要原因为美国晶片法案的通过, 使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可以获得补助, 增加扩大在美投资意愿。 除此之外, 晶片法案为鼓励在地投片、在地生产, 美西客户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厂投片亦可获得补助, 再加上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考量, 美西客户确实会向台积电提出要求。 而美西客户贡献台积电营收占比高达四成以上, 一定程度会提高台积电在美国的设厂速度及规模。 在3奈米赴美后, 2奈米甚至之后的1奈米是否会美国建厂成为了疑问。 要知道,台积电在6月份正式公布了2奈米工艺, 并透露了一些技术细节。 相比3奈米工艺, 在相同功耗下, 2奈米速度快10%至5%, 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25%至30%。 台积电预计将在2025年量产。 业内人士指出, 从研发方向来说, 台湾一直才是主力, 台积电是否有需要在美国建2奈米或1奈米长, 也还得看产能开出之后的状况, 订单变化, 整体技术支援是否配套的上等, 上无法定论。 再者, 两年后是否需要台积电, 持续在美国建厂还是未知数, 从美国主打晶片联盟的态势来看, 拉拢日韩的策略也一直在加速。 所以, 从短期来看确实机会不大, 但长期仍需要时间观望。 台积电2奈米预计 2025年在台湾量产, 通常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节点 都会留在台湾, 海外的投资向来会落后至少一带制程, 因此美国如要有2奈米以下的长, 至少要等到2025年后才有机会。 而且在厚摩尔时代, 先进制程需要搭配先进封装才能更有效益。 台积电在美国尚未有先进封装的扩产计划, 如台积电未来要继续扩建2奈米以下的长, 上下游配搭的生态圈也是需要考虑的一环。 据悉, 台积电2奈米晶片工厂正如期进行, 大概2025年能够投入量产。 至于1奈米, 台积电也确定会落地桃源农潭。 台湾政府主管官员近日也指出, 最先进的技术应该还是会留在台湾。 台积电海外建制先进制程晶片产能, 采取这一举动更多基于现实的考量。 有业内人士分析, 台积电一直都非常重视利润与股东权益, 这几年保持超过50%的利润, 这来自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降低成本, 调升价格,产品组合等都是可以运用的策略, 这显示台积电的弹性调整能力很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